隋朝的公主墓被挖开,九岁的女孩子坐在上面千年。 在中国现代的时候盗墓是非常的猖狂, 而且很多盗墓贼为了赚钱破坏了很多古墓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就让一些地区的古墓进行保护性的挖掘, 为的就是比那些盗墓贼提前找到古墓,防止被盗在1957年的时候西安的专家在挖掘古墓的时候就看到这么一个古墓, 因为这个古墓在外面上可以看出非常的平淡。 但是和其他不同,那是这个墓葬的官采用了玻璃的制品, 可以看得出这个墓主人是不凡的, 但是要说这个墓主人地位很高,的话这个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只是单纯的一个棺材, 而已当专家把这个墓葬打开之后惊呆了, 因为下面有一个九岁多的孩子坐在上面, 当然让专家惊得不是这个小孩子还是这个小孩子身上覆盖着很多的珠宝。 经过专家的细细数发现,有二百多件的珠宝, 可以说这个小孩子的身份非常的不, 简单经过专家进一步的检测之后, 才根据珠宝的朝代和历史记载得出这个, 孩子应该是随朝时候的人,而且地位非常的, 不一般在专家探查中,他们在皇室里面进行寻找结果, 还真找到了一个很符合目标的这个人, 叫做李靖迅,她是随文帝杨坚的长女。 我们下帝't爬到一个伺服 是不是在课程中的 расск跑 nis家在课程中的 后面 他们在课程中